看到了发布会上请来了 刘德华 Andy Lau 他出任华为品牌大师 也宣布华为全新超高端的品牌 Ultimate Design 非凡大师 华为终端BGCEO BU董事长于成东 全场可以看到他占了很大一个篇幅 在介绍华为的产品 有八项新的商品 在这个秋季重要的发布会上面 可是看到是八项这个最新商品 但是没有谈到手机 也没有谈到晶片的规格 好 今天首先带您来关心的 就是华为最重要的一场秋季发布会 那么2023的秋季新品发布会 在9月25号隆重盛大的登场 为什么说隆重又盛大呢 因为有140家媒体全程直播 包括看到有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 还有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等媒体 另外华为旗下的实体旗舰店 以及电商平台 也都全程的转播了这场 两个多小时的这个秋季发布会 好 那这场这个秋季发布会 整个看完之后呢 很多人说这媒体的排场 可以说就是一场科技春晚 在这场这个秋季发布会上面 总共发布了华为七项 非常这个引以为傲 他们觉得说 这个是非常让人骄傲的新产品 不过说像是科技春晚呢 也营造出了一个感觉 就是华为似乎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代表品牌 我想先请卓老师来看 您也看了这场发布会 您觉得如何 首先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 也就是它是创造一个好消息 因为现在其实大陆 这上半年以来 它的经济预振乏力 虽然这个总体的表现还不错 但是呢 对于它所需要的 它所期望的那个目标值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特别是消费不振 所以它这个时候要创造一个好消息 就啊 这个我们有这么样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第二个当然就是民族自信心的展现 这个就好像1964年 原子弹事报成功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大陆是 那个大陆方面是特别发布了一个 全世界的这个国际新闻的这个发布 就是说它有一个这个政府声明 政府声明特别向世界宣告 他们在这件事情重大的突破 但因为当初原子弹的这个研发的过程 也有这个前学生呢 被美国禁止出境 后来他回到大陆以后 把他所自己的经验 把他自己的这种知识累积 全部用他的记忆把它提出来 然后经过非常长的一个过程 发展出来这个原子弹 所以他现在有点就是 用当初的那种情境 就是比方向全世界展现说 大陆突破万难 最后得到了这样子一个巨大的成果 所以也等于是 向世界宣示了他的一个成就 那我觉得这是他这两个 一个是在经济上刺激消费 一个是在民族自信心上 给整个大陆打了一个强心针 特别是看到在中美科技竞争 如此激烈的情况之下 感觉好像中华民族出了一口气的样子 那这次的这个发布会看到华为非常的高调 特别来看到在画面上方 你可以看到的是呢 这次讲到一半的时候呢 特别就说要cue一个超级明星出来 那看到了发布会上请来了 刘德华 Andy Lau OK 他出任华为品牌大使 也宣布呢 华为全新超高端的品牌 Ultimate Design 非凡大师 那影片拍得非常的气势磅礴 也从这个刘德华个人啊 他从影以来 然后呢 逐渐从一个nobody 到变成一个非凡的明星 所以他一步一步的铺陈 看得出来是非常的用心 而特别看到在画面右下方的这位啊 来看看画面这位就是 华为终端BGCEO 也是智慧汽车解决方案的 BU董事长于成东 全场可以看到 他占了很大一个篇幅 在介绍华为的产品 包括这个平板 还有智慧电视 电动车 我更正一下 刚刚说是七项 其实呢 这一次总共介绍给大家 有八项新的商品 还有包括剧目的手机啊 就是说 好像这个他们的电视 荧幕就像是一个大的手机一样 还有包括他们的智能车 在11月跟12月 也要即将上市 不关系最关注的就是 华为在前一阵子 先惊艳全球的 说这个MAT60系列 5G手机MAT60的详细规格 还有搭载的晶片 这次在发布会上面 却避而不谈 所以有部分的网友呢 大陆的网友看了以后 就觉得很失望 说干脆不如不看 甚至称呼这个发布会 是发布了一个什么 寂寞了吗 我想请教夏伟兄啊 你怎么看 因为八项新的商品 确实看到的是一个 磅礴的气势 但是不谈手机跟晶片 你觉得是在 故弄什么玄虚吗 其实没错 因为这一次的华为 他前面所公布 他最新的手机 的确在整个世界市场 都引起了一个震撼 因为他这个手机本身 不但就是说突破了 美国对他的这个晶片限制 而且他还宣布了 就是说他这个手机里面 用到他们自己最新的 7奈米制成的这样的晶片 虽然说大家听起来 7奈米从现在西方的标准来看 好像不怎么样 而且跟美国至少 就是说他最新的手机 大概还有五年的 这样一个代查 但是因为华为 他本身这个7奈米的晶片 以及他这个最新款的手机 是在西方全面封锁下 然后产生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他会觉得就是说 以那个大陆人 我觉得在处理 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他前面已经让这个世界 接受到这个科技震撼 当然因为现在这个科技震撼 让这个手机 本身目前可以说 供不应求的这样的阶段 虽然说我也听说 好像国内有不少的 这个媒体先进 已经拿到这个手机 但是这个手机 目前还是在一个 那个公布应求阶段 所以我觉得 他这次没有拿出来 主要还就是说 不要再锦上添花了 而因为如果说 他在这个时候 再把这个手机拿出来的话 其实会有抢了 他其他 你看平板电视 这些手表 智能眼镜 智能车这些东西 而且中国大陆下一步 怕失焦是不是 对 怕失焦 而且中国大陆下一步 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 眼光是锁定在这种 所谓的智能车 还有这种电动车的 这个市场上 他们想要在这个场域上 在国际上 然后去抢得一个 一个制高点 或者说是 能够在全球产业结构中 能够达到最强的 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 他们在这个时候 不急的 就是要再把一个 已经发表过的东西 拿出来 然后来模糊这个焦点 OK 这个部分 我进一步请教王老师 因为他 很多的花粉们 其实也很期待 是说 在这个秋季 重要的发布会上面 看到是 会不会跟手机有关的 一些相关资讯 可是看到是 八项这个最新商品 但是没有谈到手机 也没有谈到晶片的规格 最主要的考量是什么呢 其实是不是考量到说 现在中美竞争 非常的科技竞争 激烈情况之下 美国商务部 现在后续呢 现在在等说 看要如何去封锁华为 那基于种种的考量 所以干脆就先 不处理手机跟晶片 这个块 刚刚夏伟兄提到 就是说 避免施交 我也同意 就是因为 如果太高调的时候 美国这时候 可能会更进一步的 激烈的反弹 加上呢 因为中国这是5G的 手机里面 里面有大概10% 虽然说90%自制 但是呢 还有10%来自其他的伙伴 所以可能也会把伙伴 拖下水 那美国一般来制裁 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 从一开始从贸易战 科技战 最后可能是金融战 那贸易战的话 发觉呢 因为客关税 让它的最终产品 反而价格上涨 没有用 而且引起民怨 所以慢慢变成科技战 科技战呢 开始从这个 一开始从这个 叫什么 点到线到面 从一开始 从body list 你实体清单 你对华为 对海康为是规则 后来没用 开始呢 技术管制 包括你这个 28奈米 40奈米 还有设备 甚至呢 你有绿卡 不能在美国 在中国大陆的高阶支撑座 所以这次呢 如果呢 因为它 华为是用这个 叫什么 绳子 这个外光的这个 围影设备 DUV DUV的话 如果这时候 可以做重复曝光以后 可以得到这个 7奈米的效果的时候 美国呢 可能就会 针对这个DUV 因为现在荷兰 本来是到 今年的年底之前 都还可以出口 到中国大陆 明年会开始 才需一个字 会不会提早 这个问题 第二个是呢 因为这个 大陆的手机 这次的晶片里面 有大概有一些部分 是来自这个Hannix 那这个最近 中国大陆呢 在 韩国在跟美国 在谈这个 所谓的这个 延长这个出口 因为大陆 这个韩国很多的设备 是在中国大陆生产 所以担心呢 可以它豁免一年 现在体力延长 会不会这时候 就中断这个延长 那另外一个 还有它迂回转运 会不会有这个 这个东西的一些困难 所以最后呢 所以这个大概会有一些 更严格的基础管制 当然最后 也不排出金融战 不过中国大陆呢 其实还是很厉害 这个各个重重的一些困难 想办法 慢慢的突破 所以呢 美国其实 一般来说 不可能完全阻挡中国大陆 但是只可能 Slow down 中国大陆